大家好,我是老夏 今天来了一个朋友 上半年3月份的时候在文藤公主停车场 跟他调了一下轮胎 他在检查一下沙子片 他的沙子片我当时说没有多少了 可以跑个万多公里 然后去了阿里 去了新疆 转了一圈跑了一万多公里 又回到拉沙 现在检查到这边的话 车里面有了,已经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对 这个兄弟叫浩帅之徒 阳光 阳光 复外领队 他们在复外,之前看视频的人应该认识他 他是长期在云南那边做生意 以前在云南那边,现在也是在外面跑 也是在外面带团 我们看看他的沙子片 当时的话跑了一万多公里 哪个沙子片 我看了半天还没看到呢 这个不是沙子片吗 摸到铁了吗 这个是铁的啊 那就是现在磨,已经磨完了这个 这个是铁 这个是铁 最底面的钢薄薄的很重 来,你把新疆拆出来,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你自己怎么看到沙子片 一直 上回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打开嘛 这个就是新的 打开,打开,打开 沙子片就是这个 你看看沙子片 哦,磨砂的 我等于磨完了,磨砂 那一直想一下就是跟 这个有声音吗 这个肯定没声音啊 没噪音了是吧 嗯 有的差了会有噪音 就刹车的时候 吃东西 对,你看它这个 这个如果是 刹车的 一个滋滋滋的前程 你要管沙子盘 或者踩沙子发带 也跟沙子盘有关系 懂得没有 我这个就是不踩刹车的时候 它就已经听到声音响了 就切的声音了 那就是切的声音摸在上面了 这里看得见吗 这样 已经没有了 但是需要打磨嘛 这这 下车盘 摸个球啊 不给你摸了 不用摸了 下次换人来摸 下次换人来摸 这不影响吗 不影响 今天晚上 晚了大半夜 再找谁给你摸 行吧 下次再来 嗯 行 我把它拆下来吧 这个新款H6的 特地摸完了 刹车片 拿下来看就知道了 那你还听到响声吗 有的人听到响声 都不管它 我听到了 我都害怕了 我都告诉你 我都不敢开发了 你管一百码 那要是摸到铁的话 直接没刹车 你要是 对啊 很危险的 长下坡下车的话 那要命的啊 对啊 所以说今天晚上 我我到九段 赶紧给你发微信了 我说你在不在 在我就开过来 我是准备 明天把客人送走了之后 我明天过来找你 我说刚好一发 你说你在 我就赶紧搞过来 刚刚没有 跟上次我在那停车场 换在那副杀事件一样的 你看见了吗 哦 你没看见 我在那里换在那副杀事件 他也是刚刚磨完 他也流得很 刚刚磨了 磨到铁 去 三月份你过 换人态的时候 你不是看了吗 你快开换了 然后我说从阿里回来 阿里回来 然后一直忙 一直忙 忙到现在 一直没时间搞 一直忙 还忙到云南去 赚了一千 对啊 我回云南就开始 一直借谈了嘛 就没有空闲了 我换几乎都是 都是晚上 跟3S店 打完电话 都没有好时间去换了 都 半天都没时间了 哎 可以了 现在把 大特片分崩压到位了 太快了 我死地玩了 我这个是几乎是磨没有了 嗯 几乎磨没有了 磨到铁了 还没特地玩 还是磨到了 不是鞭子磨得了 里面还能磨 那如果不 现在换到新产品 有没有影响 不影响 有啥影响 有什么响声都不怕 只要没安全隐患都不怕 我是听了有点响声 我是 你听了有点响声 你要确定是啥声音啊 如果是金属的声音 那肯定不对啊 你是牛 又开了一万多公里 对 一万开了一万六嘛 我们三月 我们是记得三月十几 三月二 不是了 十几个公里 那时候我们走安邻的回车 你过来的时候安邻 再不得哪啥 你也是 你也是个牛逼人物 你看一下 你自己看一下 你是不是个牛逼人物 刚刚没了 没了没有了 还剩一点点啊 还剩一点点 要不要装上去 再跑几百公里啊 不能跑 我自己的看法 我本来昨天想给你发微信了 后来我想一下 今天先去元火 我从元火回来 我说不能再跑了 我说一定要换这个 你看到没有 这个边纸上 刚刚磨到这个位置了 对啊 你看缸还一点点才接啊 嗯 这个还刚刚磨完 还剩一 如果这种长下铺的话 两下就废了 两下废了 已经没有了嘛 这片 这片还有多一点点 这片是彻底的 刚刚磨到铁了 这个位置 这个铁的话 磨到这个沙特 沙特盘的这个边纸上 但是不影响 沙特盘还没有磨坏 它只是把边纸磨了一点点 一点都不影响 哇塞 你磨得太优秀了 说真的 确实太优秀 如果这个上面磨到铁了 那沙特盘就废了 废了啊 好吧 装上新的就OK了 新的已经拿来了 现在这个 左边的已经装好了 左边的 刚刚磨到这个 其实开的时候 你开这个东西 是刚刚听到响声 哇塞 太牛了 要是这个 在这跑的 七十二管下来的话 别别要在路上 可能要出点 很容易出问题 我就听到声音了 我昨天前天嘛 我听到声音了 我说赶紧 不能不能 可能 放了你看厚了多少嘛 这里面 你看这个就知道 这块的话 那轮材装在这里 看到窝进去太多了的话 那就明显的 这边沙特盘就是磨损能力 哦 对对对 磨损去了 好 把轮材装上 OK 那边那边也要换了 肯定要换呀 两边都是一样的呀 一瓶过来 水达达过来 他妈全风都火着 右上今天都不让进火着 这右边的沙特盘也是刚刚磨完 还没磨到铁 左边的磨到铁了 还算是这个跑来好的了 这种 就磨到这种位置的话 长下坡如果刹车发烫的话 很容易刹车衰减 很容易烫化 太少了 它刹车不好 嗯 到这个一旦烧成烫化的话就废了 越厚的话 假如有这么厚的话 它烫化就没那么容易 越薄的话 烫化的越快 好 你技术好 说真的 OK 划上去就行了 啊 总算把那个 换杀这篇的问题 给它解决了 车已经开走了 它也是 之前在做自媒体的 它是湖北人 早期在云南大理那边 开餐馆 历江那边 现在它是带团 带游客 就是说 带游客进西藏过来玩 它这次刹车片的话 是刚刚磨合 刚刚磨到 哈哈 还没磨到铁 只是编子上有一点 那个倒没啥影响 今天晚上 跟它弄完了 没啥大问题 把刹车片一换就好了 它有运气好 三月份的时候 在那个停车场 我跟它换菜的时候 我就跟它说了 我说 你这刹车片跑不了多久 没想到它跑到一万六 刚刚把那个磨完 但是像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说是很长的长下坡 的话就容易刹车片出问题 就怕磨完了之后 铁磨铁的话 到时候就开不了 那刹车盘也废了 但是在路上就没刹车 这个是相当危险的事情 所以说刹车的话 还是尽量检查 嗯 就是说正常情况下 嗯 轿车 SUV这些 十五万公里 检查一次是正确的 看个人的开车习惯 这个 跟个人的开车习惯 或使用情况 有很大的关系 刹车片 那个东西说不好 看什么车 有的大众车 有些车子 人家开个十几 十七八万公里 二十万公里 一副它这片 有的车 他们开个少了一半 这个跟个人使用习惯有关系 嗯 这里的话 人活的话 二十七号 应该就要准备拆了 然后 我的店里面还有好多东西 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跟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这里有个车顶帐篷 也是一个自媒体人 放在我这里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这个跟他 他的现在 我的还没跟他联系 然后火锅的两根杠 那无所谓 他也上面那根杠 是发过来的 杠 然后拿去装上就行了 下面那根杠 是他原来的 那个润风扇 拆下的脚盘在上面 过两天跟他拿过去吧 还有好多东西在这里面 啊